面對海巡署廣播呼叫 中國海警船完全沒回應 黑暗中已經能看見對面 近江市閃爍燈光 距離太近 海巡也不敢冒然前進 畫面中緩緩使出的 就是澎湖漁船大進滿88號 只不過這艘船2號晚間 八點左右在金門廖羅港 東北東方向 約海峽中線以西 二十五海里處捕撈小管時 遭中國海警船靠近拍照後 登檢查扣 強壓帶回中國 本岸大船被登檢位置 會在陸方林海內 且目前回中國福祉休息期間 當時附近 還有五十到六十艘漁船 同時作業 晚間八點十四分 大進滿88號報案 遭中國海警登檢 海巡署立刻出動 兩艘艦艇因應 一個小時後大進滿八十八號 已經距離近江市五點四海里 但海巡署只有三艘 比起中國海警七艘 實在掛不敵眾 避免升高衝突 只能放棄頸椎 最後船隻在晚間十點 被帶回近江回頭港內 之前沒有掌握 其實他們是有七艘 但是這個七艘不是同時在那邊 是有這個狀況後持續趕往現場的 一開始是我們二對三 那後來我們接獲線報 另外有四艘趕往現場集結 船上包含船長在內 還有一名台籍船員 三名印尼籍船工 一共五人 海巡署除了盡力營救 也呼籲中國不要政治操弄 盡快釋放漁船和證員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哈囉我是林仙怡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